5月28号周三国际贸易中心5月的午餐会 邀请到Blue Cross Blue Shield德州区总裁 Prinston Johnson先生担任主讲人 他对国际贸易中心非盈利组织举办的多项活动 表示惊讶和赞赏 提前来到现场和总裁李卫华先生亲切交谈 碰撞出多个合作想法 作为德州东南部包括休斯顿地区总裁 Prinston Johnson Jr.是负责领导Blue Cross Blue Shield的多方面合作 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增强他们在休斯顿的成长 以及德州地区的整体发展 约翰逊先生负责凸显他们的竞争优势 发展战略计划 以达到留住业务 加强医院 医生 配置供应商网络的存在 以及维持和社区领袖官员的外部关系 本次到访国际贸易中心 作为主讲人 他和大家分享许多关于医疗保险方面知识 与会人员无一不受益匪浅 Blue Cross Blue Shield是国家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健康保险公司 目前拥有近500多万会员 110多万是在休斯顿地区 休斯顿的占有率是整体公司的20% 约翰逊先生表示 美南新闻作为美国南部地区私有华人媒体的巨头 使Blue Cross Blue Shield走进华人社区和亚裔社区 强有力的合作伙伴需要在未来加强沟通 购谋发展 购谋发展 后来评论